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截止到我做节目的时候 围绕着这个金正南被杀呢 有一个疑问 就是说金正南通常身边有三个保镖 两个来自于中国 一个来自于韩国 这是披露出来不同的媒体讲 那后来有人放风说 为什么金正南去马来西亚没有保镖 一个解释是讲 他在马来西亚应该有女人 在新加坡有女人 在新加坡的女人网上有照片 马来西亚没有提到过 而这个金正南号这口 这是似乎被这个公共媒体 大家认知的 所以当金正南去新加坡 去这个马来西亚的时候 他通常比较低调 过去就不带保镖 那避人耳目用假护照 金正南这本护照应该是他用了很长时间 因为在Facebook上发现了一个叫金正的Facebook 那Facebook的网页中用的照片都是金正南自己 所以认为金正南用金正的照片 这个护照用了很长时间 但是呢 用这本护照去汇自己的新加坡也好 马来西亚的情人也好 这是大家推断 但是呢 就讲他们不带保镖 因为事情案发的时候呢 身边没有保镖 结果围绕着保镖又有不同的说法 有人说 一开始报道讲 金正南被杀是 那个空档是保镖临时离开 那而机场的安全人员在那个时候 正好在他身边也没有 因为他前后五秒钟就把他干了 可是围绕着保镖是否存在 有一个更新的说法说 2011年之后 甚至更往前推 当金正南不再回平壤 而长期居住在北京的时候 他的太太在北京 带着他自己的孩子 长期住在北京的时候 是北京总参 郭伯雄提供的安全保障 总参我们知道 有他的相应的一些特务和间谍的机构 那他提供保障呢 这个是非常正常的 而郭伯雄曾经跟金家呢 有过这样的连带关系 这也是在我们可以在过去时间里 可以看到证实的 然后他就讲从2016年的时候 习近平进行军改 会造成了四大总部 对吧 总参总政 总后勤部 总装备部 没了 那七大军区没了 所以在四大总部没了之后 出现了一个状况 就是向金正南提供安全保障的 总参的相应机构没了 这就是出现一种混乱 但他却没解释 那什么时候金正南身边没有了这些保镖 这个没解释 可是这个毛毛就转了说 那金正南没保镖 到了马来西亚 从而被袭击 是习近平造成的 你进行军改 造成了这种事情出现 打击的方向就改了 对吧 而习近平呢 很在乎金正南 那就变成了 习近平吃了 哑不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了 自己制造的军改 然后没有照顾到金正南身上的安全 有些疏忽 从而被人家金正恩抓着空子就给咔嚓了 所以他就讲说 这里面却包含着中共上层的内部搏杀 那如果表面上是赖成了习近平 但是内部呢 再往下追呢 你就会发觉 在习近平军改的过程中 不可能直接了当的 直接指示如何保证金正南 因为金正南在这个过程中很平静 那也就变成了总参的人 在具体执行安保的人 里面有疑问 故意在这个时候缺少空挡 阴谋论就出来了 总参的人 听更买郭伯雄的账 不买习近平的账 跟金正恩勾穿 穿连在一起 掐在这个时间上 他没有保安 没有保镖 所以就给杀了 你可以说他是阴谋 你可以说他是阳谋 我自己跟大家解释了很清楚 所有发生的事情 就是个过程 但2017年注定 要发生的事情 是不是今天的人 能够控制的 是时间的神走到这 时辰到了 那来自于香港的动向杂志最新的报道 王岐山泄密李克强会留任 批谣的意味明显 动向杂志2月号的报告讲 在过年的时候 王岐山到中央党校中宣部中组部 中央直属机关 中央国家机关 和中央政法委 去讲六中全会的精神 有意泄露中共高层的人事变动 有关李克强的去留 连任 调任等各种消息 是党内不正常外传的 中共中央常委 已经有了决定的意见 就是民春 新一届国务院总理 仍然是李克强 这里说的明春 是指2018年的3月份的两会 党内不正常外传 谁 阳奉阴违者 团团活活者 跟今天习近平脚尖不看齐者 跟王岐山死磕的人 对吧 这是王岐山讲出来的话 那王岐山这么讲出来的话 代表着政治局常委去批谣 要让他去批谣 到哪批呢 到中央直属机关 中组部 中宣部去批 那你说2017年他不出事才怪的 那如果让他的身份去批谣 批谣说李克强 留不留的话 那不就是政令部出中南海 或者 耗子专出中南海 不是一样吗 就说这意思了 有耗子出来了 水耗子 对不对 那保不齐的事嘞 所以他都表现出2017年 王岐山习近平要了断这样的事情 那海外的大的媒体呢 纽约时报呢 和这个路透社的消息来源 就是那个 我刚才说的水耗子 有点这意思 5,000年 的中国音乐和舞蹈 在一晚 超级的 超级的 一种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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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必须看到 另外一个消息 是来自于这个法广的 原来最高法院的副院长 西小明 事后之情 被定罪 判无期 这是16号的消息 天津第二中级法院 公开宣判 最高人民法院 原副院长 西小明受贿案 对被告人 西小明以受贿罪 被判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且没收 个人全部财产 官方对西小明受贿 所得财物 及其 所 给予追缴 上交过库 西小明当庭表示 服判 不上诉 这一结果是 近三年来 贪腐案的标准模式 这是说的非常 就是这个 这个后的这话 就是有意思了 全都是标准模式 然后西小明说呢 跟这个周 周本顺有点类似 说很多事 是他儿子干的 他不知道 他当时不知道 所以事后知道 但这话没管用 所以还给他判了 无期 所以你看到的是 被杀的 还是原来政法委的 我想跟大家说的意思 就是 这个时间段 和这个环境 它是一个变更 走动的过程 原来 记下来的案子 都给清了 清完的案子 原因是给 肖建华所代表的 抓肖建华 所会引出来的 其他的案子 马建也被整了 对不对 送掉司法了 所以他是 一条线上走的 走的这一条线上 你看到的 就是 非抓曾庆红 刘云山他们不可 与此同时 在周末的时候 美国出来的消息 几乎所有无证移民 都可能是成为 被驱逐的对象 那就是 这很厉害了 美国国会议员讲 一名政府移民官员讲 几乎所有无证移民 都可能成为被逮捕 或者驱 驱除出境的对象 他说 唯一可能例外的 就是叫 童年入境 暂缓遣返计划的人 他讲 这就是年轻的时候 来到美国 那并受到 奥巴马当时建立的 这一计划的保护移民 除此之外 凡是月期拘留 或违反签证规定的外国人 对国家安全 或公共安全 都会造成重大威胁 那这个说法就很厉害了 给你举个例子 你是澳大利亚公民 你到美国有落地签证 三个月 那三个月它很严格的 我印象中是90天 如果严格说 90天 当你在第91天 还在美国境内 你就可能成为被抓捕对象 所以这个政策执行下来 它确实是会造成 大批的这种月期拘留 在美国人的被驱逐出境 它的目的是留给 把这样的工作岗位 留给美国人 那它的影响度有多大呢 加拿大有报道说 有人从美国境内 徒步走过加拿大边界 来到加拿大边界 自己是难民了 因为他没有合法 在美国的拘留权利 那加拿大呢 现在是采取宽容的态度 在收留 我看过 听过一耳朵 radio的报道说 有人把手脚都给冻掉了 加拿大太冷了 那会怎么样我不知道 但是在我眼睛里 我觉得跟大家分享过的 2017进化与回归 人在生活的环境中 在美国 在欧洲 在中国 在远东都出现了极其不稳定 和动荡的这样的氛围与环境 而这一份东西 不是任何人能够控制住的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by bwd6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